在他问世之前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陆地上的步兵也能为空军带来巨大威胁 但他出现之后 这个世界变了 在阿富汗战场上创下了80%命中率的记录 让苏联飞行员吃尽了苦头 为了躲避他的追击 苏联飞行员被迫开发出 危险程度满星的阿富汗速降法 本期火力军的主题就是 便携防空系统独次导弹 这款便携式单兵防空导弹 让原本在战场上 拥有无可挑战地位的苏联空军 转而变成了阿富汗民兵组织的地物 成为苏联飞行员的噩梦 在20世纪80年代 美苏争霸正处于巅峰状态 苏联为了对抗美国 选择入侵阿富汗 但遭到了当地民兵武装的反击 在当时的阿富汗战场 苏联最主要的立体打击工具 是米二四磁陆直升机 一架直升机可以轻松控制你的战场 因为米二四武装直升机 装备了包括加特林机枪 风潮火箭弹在内的 多款强力对地武器 同时还装备了苏联最先进的 激光红外锁定系统 理论上来说 可以对空旷地带的民兵武装 实施一边倒了碾压 然而苏军飞行员很快发现 阿富汗民兵组织手中 似乎有对付苏联直升机的 新式武器 没错 他们手中装备了毒刺便携防空导弹 这是美国CIA秘密援助的 另外 美国还找人对阿富汗民兵组织 进行了相关训练 最开始的时候 民兵组织对毒刺导弹的性能 并不信任 认为这种成年人 能单肩扛起的小玩意儿 实在不像可以克制 米二四直升机的武器 也正因如此 民兵组织对毒刺的操作训练 并不认真 直到1986年9月 位于贾拉拉巴德的速军基地附近 毒刺导弹第一次向速军展示了 它的刁牙 当时 阿富汗民兵组织秘密潜入速军阵地 针对其发动突袭 然而发射的第一枚炮弹 却是哑弹 不仅没能攻击到速军飞机 反而将三架直升机吸引过来了 这些民兵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朝三架直升机 分别发射了一枚毒刺 伴随着一声巨响 这三架直升机变成了废品 很快 毒刺导弹变成了民兵组织中的强收获 并越战越猛 为了打击速军 民兵组织会根据毒刺导弹射程 潜伏在速军机场附近 一旦飞机处于射程范围之内 就直接发动袭击 在这样的战术安排下 速军飞机损失惨重 而在毒刺导弹的威胁下 速军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变得非常优秀 为了保命 苏联飞行员被迫开发出一种降落方式 被称为阿富汗速降法 危险程度满星 因为毒刺导弹最大射程大约3000米 所以苏联飞机在抵达机场之前 需要保持3000米以上的高度 在距离跑道1000米时 降落到100米以下 这样就能保证安全降落了 但这对飞行员的操控 带来巨大的考验 因为苏联运输机在靠近跑道之后 是通过俯冲进行急降的 然后打开机翼与减速板 要知道运输机大阳脚向下飞行 这危险程度不用说了吧 并且在马上进跑道之前 还要变回平飞 稍有不慎就是击毁人亡 除此之外 在俯冲之后 还要快速对准跑道 如果在飞机进入转弯 调整方向的时候 有人刺激发动袭击 那就更加危险了 为了保证速降的安全 苏联还会出动 两架米24直升机 进行空中掩护 这两架直升机 主要负责释放干扰弹 并对近距离发射导弹的 阿富汗民兵组织进行打击 如果这些手段失效的话 米24直升机的最后任务 就是挡载运输机 与导弹的路径之间 通过牺牲自己 来保护运载兵力 或重要物资的运输机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苏联这种速降方式 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 但要求飞行员 拥有机器高超的驾驶技巧 以及对时机的把控 从侧面也说明了 独次导弹 为苏军带来的压迫感 在2018年的时候 俄空天军的R-6运输机 就因为怕遭单兵便携 防空导弹的袭击 采用阿富汗速降法 但由于操作失误 不幸发生坠机事故 此外 美国也采取类似的战术 来降落运输机 不过美国士兵比较惜命 一般情况下 并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那么独次导弹究竟有多可怕 为什么能让苏联飞行员 如此忌惮 20世纪50年代末期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受到二战时期 德国飞权无制导 地面火箭发射器的启发 开发了名为 FM-43红眼睛的防空导弹 成为世界上首款单兵防空导弹 苏联也紧跟其后 在1968年 成功研制出 9K-2箭2型单兵防空导弹 很快 FM-43便开始在美军部队服役 尽管FM-43操作灵活 使用方便 能够在美军队伍中广泛使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FM-43的致命缺陷 开始展现出来 因为缺乏夜间视野 FM-43只能在白天使用 因为缺乏制导系统 FM-43无法正面攻击飞机 因为没有敌我识别系统 在实战中经常误伤有机 在种种弊端的影响下 FM-43仅服役了10年时间 便走向了停产 随后 美军深陷越南战场 越南以轻步兵卫单位 对美军展开游击战 让65万美军损失惨重 美军痛定思痛 决心研制一种 能够用于有机站 可以对敌机进行 有效打击的单兵防空武器 于是通用动力公司 便在FM-43的基础上 针对它的缺陷进行修改调整 并在1971年 拿出修改后的设计方案 被称为红眼睛2 1972年 红眼睛2正式改名为 FM-92防空导弹 引导头材质 改成了电磁性能 更有良的锡化钳 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灵敏程度 使其拥有了全方位打击的能力 可以正面拦截敌方飞机 另外 FM-92还加装了敌我识别系统 有效增强对复杂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 但此时的FM-92依旧不是完全体 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 FM-92依旧不具备夜间作战的能力 受干扰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直到80年代 红外紫外双色玫瑰花形 扫描导引头的出现 给FM-92带来了质的飞跃 凭借红外设备 FM-92可以准确追击抵击 而紫外探测仪可以让FM-92 区别天空 炮弹以及飞机的区别 这样一来 FM-92就用了一双可以抗干扰 同时还能夜视的眼镜 作战能力大大加强 再加上已经配备的敌我识别系统 此时的FM-92才是完全体的 独次便携防空系统 做到了射后不管 让独次导弹真正名声大噪的 还是在阿富汗战场上 从1986年开始 美国大约向阿富汗的民兵组织 提供了900到1200枚独次导弹 总共发射了大约340枚 命中了269个目标 命中率接近80% 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要知道独次打击的目标 基本是空中目标 包括运输机 战斗机以及直升机 当时苏联一架武装直升机的价格 大概是500万美元以上 而一枚独次导弹的价格为3.6万美元 这对本就摇摇欲坠的苏联来说 实在太不划算了 但为了减少损失 选择败给阿富汗 也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但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 苏联还是选择在1988年撤军 并且要求扯得越快越好 而在战后 美国意识到独次导弹的威力 为了不让独次流入市场 于是打算以18.3万美元的价格 回收独次导弹 最终花费5500万美元 只回收了300枚 还是有部分独次导弹流入伊朗 作为一款便携式防空系统 独次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5000米 射高达3000枚以上 最大飞行速度2.2马赫 主要打击目标 就是低空飞行的空中目标 尤其是速度缓慢的直升机 整套物装系统 由发射装置组件 控制手柄 敌我识别寻达器 电池冷却器组件 以及独次导弹本体组成 战斗权重15.65公斤 由两人进行操作 在发射独次导弹时 士兵只需要将电池冷冻模组 插入操作手柄 但由于冷却模组中 携带着气体油线 所以在非必要情况下 不会进行使用 在此之后 操作人员会取一下 导引头保护盖 然后通过瞄准锯锁定底机 就可以直接发射导弹 独次导弹 由两极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 采用软发射的方式 首先是尾部的助推发动机点火 将导弹推进至8米外后 自动脱落 防止尾焰灼伤操作人员 指挥主发动机点火 将导弹加速至2马赫以上 如果在飞行时间 超过20秒 仍未命中的话 便会启动自汇程序 独次导弹 采用了新的红外导引头 感应更加灵敏 具备全向攻击能力 拥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同时还能对目标 进行正面袭击 后来独次导弹 改进了更先进的 红外紫外双模导引头 可以捕捉目标的 红外与紫外信号 追踪能力更强 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可以通过目标轨迹信号 与自身信号的角度差 生成一个控制信号 启动导弹前端的弹翼 自动调整飞行轨迹 独次导弹战斗部 重约1公斤 采用预制破片结构 与触发引信 在接触目标后引爆 然后射出大量破片 造成有效杀声 虽然其他国家 也陆续发展出类似 独次导弹的 便携式防空系统 但这些武器 在面对电子干扰时 非常容易出现 制导失灵的情况 而独次导弹 采用了准成像光学处理系统 可以大大提高 对背景辐射源的 折搏效率 从而拥有 非常不错的 抗干扰能力 即便在复杂的 电子环境下 也能准确锁定底机 另外在独次导弹 发射器上 配备了敌我识别天线 可不要小看 敌我识别系统 在俄乌战场上 俄军就吃尽了 缺少先进 敌我识别系统的裤头 空天军许多战机 就是被自家 防空系统击落的 除此之外 独次导弹的操作人员 还能通过 额外佩戴的 敌我识别训达机 即便敌我战机 陷入缠斗 也不会朝 己方战机误射 在服役40余年中 美军还对其 进行了持续的改进 目前已经发展出 多种衍生型 主要改进的方面 就是提升导引头 与提升制导系统 微处理器的性能 独自导弹 采用的微处理器 可以进行再编程 这将允许弹载计算机 根据新发现的目标 对制导与对抗软件 进行重新编程 避免每次 必须对导弹重新设计 来应对敌情变化 带来的麻烦 也正是因为美军 一直在对独自导弹 升级火控系统 不断增强制导系统 与抗干扰能力 才能让独自导弹的性能 始终保持 非常先进的水平 最新版本的独自 已经具备 拦截无人机 与巡航导弹的能力了 如今这款导弹 在乌克兰战场 也开始发威了 此前 美军是帮助 阿富汗民兵组织 对抗苏联的空中力量 如今是帮助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空间军 这个世界好似在轮回 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过程中 北约援助的先进武器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中有两大主角 在战争前期 协助乌克兰 阻挡了俄军 进攻基辅的进攻 一个是掀翻俄军坦克的 标枪反坦克导弹 另一个就是 猎杀俄军空中力量的 毒刺便携防空导弹 有数据显示 在战场爆发前后 北约至少为乌克兰 提供了2700枚毒刺导弹 这无疑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数字 要知道 阿富汗也才获得1000枚左右 其中在开战前 乌克兰获得立陶宛 与拉脱维亚提供的30枚 在开战之后 德国援助了500枚 荷兰随后追加200枚 毫不夸张地说 仅仅开战数天 大量北约各国装备的毒刺导弹 就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乌克兰 补充着前线的战斗力 结合俄乌战场的战报来看 在独次导弹装备无军之后 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配置给前线部队 与敌后渗透部队 通过伏击战术 打击俄军用于前线支援的 武装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 以及执行低空对地打击的战术飞机 了解俄乌战场情况的朋友都知道 由于种种原因 俄罗斯空天军的出动强度 远远低于外界猜测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通过直升机实施空中支援 由于缺少精确制导弹药 俄空天军的战斗机 通常是挂载炸弹进行低空轰炸 而直升机与低空飞行的战斗机 正好是独次导弹的最佳打击目标 在北约情报的支持下 乌军利用独次导弹 取得了非常大的战果 然后乌军还会将独次导弹 配置到俄军控制的机场附近 通过游击战术 袭扰俄军频繁起飞的飞机 这个战术与阿富汗民兵组织 所采用的战术有些相似 毕竟飞机在起降阶段最脆弱 速度慢 机动弱 以及执行时间长 这位独次导弹提供了 非常高的攻击窗口 尤其是1276这类大型运输机 热信号特征非常明显 最害怕防空导弹的袭击 当年阿富汗民兵组织的战术 就让速军非常头痛 然后就是配备给基辅等重要城市的 乌军防守部队 防御俄军直升机 想要对抗毒刺这样的 红外制导导弹 抛杀右耳弹是常用的手段 当初在阿富汗战场上 苏联就是利用抛杀右耳弹 来干扰毒刺导弹 不过那时候的毒刺 还是早期型号 如今经过多次升级之后 抛杀右耳弹 只能暂时干扰导引头的追踪 大距离拉大之后 就会被毒刺的制导系统识破 而且右耳弹需要在辐射波长上 考虑红外 紫外波段 让自己的辐射特征 更加接近直升机或战斗机 但这些年 俄军战机在干扰手段上的进步很小 少数研制成功的 机载电子设备 采购的数量也并不多 即便是美军的武装直升机 在面对数个毒刺防空导弹小组 恐怕也很难全身而退 但美军实力强啊 在战术上 美军武装直升机 同样会采用以多气管的方式 在掌握绝对制空权后 攻击敌方防御薄弱的地方 俄军在战场上经历的 就是苏联当年在阿富汗经历的 昔日让苏质飞机痛不欲生的噩梦 又在乌克兰战场上重新 而俄空间军大量损失的飞机 也从侧面证明了 毒刺导弹放到今天 已经很有用 发展这么多年 毒刺导弹已经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这与美国不断进行升级 是离不开的 你们觉得 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 可以称得上是一款经典武器吗 在未来战场上 毒刺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实力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毒刺导弹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你物打赏 corner 可不可以按下方咁 散度 口 廚 好了 这是 我们